中国超2亿人患甲状腺病 世卫组织停止食用四物 保护甲工 刻不容缓 提起甲状腺病 可能很多人觉得是比较小众的疾病 但殊不知 中国患甲状腺病的人群正在激增 仅从2000年到2016年的16年间 患病人数数量增加了20倍 人数突破了2亿 预测来看 甲状腺病患者未来还会持续增加 生理结构的特殊性 造就了甲状腺病的高发人群为女性 近年来 甲状腺功能疾病 成了女性健康的一大困扰 甲状腺病患病人群不断呈上升趋势 与大众对甲状腺病的知识了解少有一定关系 了解甲状腺及甲状腺疾病的相关健康知识 更有利于预防工作的开展 1.甲状腺病会给人体造成哪些变化 甲状腺属于内分泌系统 主要功能是合成维持肌体正常生长 及系统代谢的甲状腺激素 当甲状腺功能出现异常 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过时 无论是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 还是进入成熟期的青壮年 肌体都会受到影响 在上个世纪下半夜 甲状腺病得的高发人群主要集中为 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近些年发病人群不断年轻化 以二十至四十岁的青年为主 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 与当代人的生活习惯改变 工作压力大等有关 如今的快生活节奏 使不少人忙于工作 缺乏锻炼 饮食不健康 熬夜通宵 这些习惯会导致体重超标 身体素质下降 点的摄入量过多或过少 引起体内激素水平分泌发生变化 特别是控制甲状腺分泌的下丘脑 和垂体受干扰出现功能稳乱 最终导致甲状腺分泌异异常 甲状腺病的患病几率从而增加 甲状腺激素能参与人体多方面的代谢平衡 一旦分泌异常 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多重的 不要忽视 对于儿童而言 甲状腺激素是促进生长发育的关键 如果在此期间出现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少 正常的生长发育就会陷入停滞 个头偏矮 四肢短小 牙齿生长迟缓 行动更迟缓 在智力方面也会出现缺陷 讲话图字缓慢不清晰 表情淡漠呆滞 甚至出现生活不能自理 儿童期出现甲状腺分泌过量 病呈较长的话 会使孩子骨骼生长速度加快 青春期提前 短时间内甲状腺激素水平过高 会导致体内代谢加速 胃肠功能抗进 心跳加速 脾气易怒 注意力无法集中等亢奋行为 成年人甲状腺激素超过正常范围 就是甲状 会出现包括糖类 脂肪等在内的能量物质代谢加快 患者食物增加 但体型逐渐消瘦 有容易出汗怕热 精神方面过于兴奋 烦躁失眠 甲状腺分泌量过少为甲减 患者体内能量代谢速率减慢 神经的兴奋性下降 表现为体重增加 食欲降低 怕冷失睡 反应迟钝 记忆力减退 甲状腺激素参与包括血液循环系统 生殖系统等在内的正常运转 当甲状腺激素分泌异常 这些系统也会受影响 表现出异常症状 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 会使心肌细胞过度兴奋 跳动节率加快 血压升高 如果不及时治疗 心脏为了适应高负荷变化 只能不断使心肌细胞增厚 心脏不断扩张 最终患者出现心脚痛 甚至是心理衰竭 甲状腺激素若分泌不足 就无法对心肌细胞产生足够的刺激 心脏跳动节率减慢 心肌细胞收缩力下降 患者不仅会出现呼吸急促 胸闷气短 还有典型的容易疲劳 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 对生殖系统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不少适应小夫妻不孕不育 也许是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 部分甲状女性典型的症状是月经紊乱 排卵期不规律 自然影响受孕率 由于甲状腺激素 作用于人体的多个系统 在孕期并发甲状 会增加患妊娠期高血压 先兆流产等病症的几率 甲状腺激素水平分泌过少 也会引起女性月经周期不规则 甚至是卵巢萎缩 受孕几率自然不高 怀孕期间合并假减 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和智力 受到影响 流产 早产的几率也会增加 无论是甲状还是甲减 对男性生殖系统而言 会影响生殖器官的正常发育 导致精子质量下降 勃起功能出现障碍 对于备孕的夫妻 目前医生会将甲状腺功能 列入相关的检查项目 所以不要再觉得甲状腺病是小众疾病 其对人体的伤害后患无穷 针对大众对甲状腺病知识的缺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警示 呼吁大家不要再使用这些伤害甲状腺的食物 二 世卫组织这四种食物损伤假工 不要再吃了 甲状腺疾病频发 与当代人饮食改变关系密切 对此 世卫组织建议大家要注意饮食安全 以下这四类食物最好不要吃 亦含有咖啡因的饮品 日常咖啡因超标的饮品 主要包括咖啡和浓茶 当代人为了对抗疲倦 在工作中提神醒脑 常饮用这两类饮品提高工作效率 殊不知这种工作提神操作 常年累月会损伤身体健康 研究数据显示 成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 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克 保持在200毫克为宜 长期过多摄入不仅影响睡眠质量 还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出现异常 出现节节或肿大 保证甲状腺功能正常 就要避免喝浓茶 咖啡及含有咖啡因的饮品 更不要把这些饮品 当作日常白开水的替代品 另外 对于甲抗患者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的 TSH抑制治疗阶段 为了避免造成神经的过分兴奋 加重病情 咖啡和浓茶更是碰不得 特别提醒一下 作为深受当代人喜爱的饮品奶茶 更是要少喝 不仅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 其中咖啡因的含量 可能比咖啡还要高 无论是健康人群 还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特殊人群 都难以自我消耗 二 辛辣刺激的食物 葱姜蒜 辣椒 花椒 酒菜 洋葱等辛辣刺激性食物 在中医上属于发物 对机体的刺激性较强 加速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更会诱发体内潜在的病灶 而加重病情 特别是甲状腺这种 可以影响全身多种器官 和系统功能运转的腺体 经常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又使甲状腺功能抗净 甲状腺激素分泌增多 出现节节 增加患者的心慌 多汗等不适感 清淡饮食是有道理的 特别是甲状腺存在功能异常人群 更要遵守 甲状腺功能抗净 部分患者会感觉明显的失眠 多汗 在经常吃辛辣食物 无异于血上加霜 更加不继续控制病情 另一方面 过度食用这些辛辣食物 刺激消化到粘膜 兴奋神经 还会影响调节甲状腺功能的药效发挥 不利于疾病的恢复 三 高点食物 作为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关键元素点 是维持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必备品 部分地方性缺点还会出现大脖子病 健康成人点的每天需要摄入量是120微克 孕产妇阶段稍多些 但是 点补多了也不是好事 过量点的摄入造成甲状腺功能的抗净 出现甲状腺肿大 节节 对于甲抗 用点131治疗前的患者 需要坚持无点饮食 其余甲状腺功能异常情况 包括桥本甲减 甲状腺炎 甲状腺癌术后 患者每日点的摄入不能超50微克 常见的糕点食物以紫菜 海带为主 要最好不要吃 除此之外 其余海鱼 虾贝类等点含量不低的食物 也要减少用量 孕妇同时患有甲抗 不可盲目补点 一般保持低点饮食 适量补充点即可 如果还不放心 可以通过尿点检查 评估点在体内的含量 能准备判断是需要补点还是寄点 四 油腻的食物 油腻的食物 可以是食物本身脂肪含量高 包括肥肉 蛋糕等 也可能是在烹饪过程中 吸收了过多油脂导致的 比如炸薯条 这些食物吃太多胆固醇 影响体内脂肪代谢 代谢不掉的部分还会储存起来 堆积在体内 造成体重超标 同时也会影响甲状腺的正常功能 刺激甲状腺出现节节肿大 甚至是发生癌变 另外 对于甲状腺本身存在节节的人群 经常吃过于油腻的食物 更不利于节节的消散 还可能加重病情 用美食与身体的健康来交换 是不值当的 一日三餐 饮食以地质清淡为主 别给身体添负担 除了少吃以上四种食物 为减轻甲状腺的负担 富含一黄铜的大豆 及其豆制品 也要减少食用量 铜为激素大豆一黄铜 会影响甲状腺激素的正常代谢 荔枝等糖分含量高的水果 一次性吃太多 会给甲状腺针对糖的代谢添负担 为了体内能量代谢平衡 不要过多食用 可以适当多种艺米 山药 银儿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增强机体免疫力 适当补充油菜 猕猴桃 芋头等新鲜果蔬 有助于促进甲状腺节节的恢复 食用盐选择用五点盐替代 除了饮食 要避免甲状腺发生病变 要维持良好情质稳定 注意情绪管理 保持好的心态 维持体内激素水平稳定 避免长期暴露在辐射环境中 不要过度检查 如工作不可避免 做好应对辐射的防护措施 不要滥用激素类药物 遵医嘱按时定量服用 不能自行更改用量 定期进行甲状腺功能方面的检查 有问题及时发现病治疗 都是控制甲状腺疾病频发的好办法 甲状腺功能异常导致的甲状腺疾病 不是小事情 要足够重视 如果能在最初做到规避 最好不过 特别是在饮食上 少吃糕点 辛辣刺激性食物等 都有助于减轻甲状腺的负担